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8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 也有什么变化 最近俄乌双方主要是 以导弹无人机轰炸为主 俄军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面 双方控制线没有太大变化 昨天乌克兰武装部队 摧毁了马里乌布尔附近 俄军占领的铁路桥 俄罗斯人修建桥的目的 是要链接马里乌布尔 和俄罗斯联邦之间这些城市 比如说罗斯托弗市 那个是俄罗斯的南方军区司令部 特别军事行动司令部 在这个罗斯托弗市 他用铁路把这个罗斯托弗市 和马里乌布尔 甚至到这个梅里托弗尔 都给连起来 大家也知道这个俄罗斯 它主要是依赖铁路运输 那么乌军呢 现在就不停的去炸 这个俄军控制这些铁路 尤其是铁路桥 双方比拼速度 乌军负责炸 俄军负责抢修 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声称 其侦察兵再次成功突袭 俄罗斯比尔格勒德州 摧毁了两套先进的防空系统 这种防空系统 每套价值大约 一千到一千五百万美元 那就是将近三千万美元的设备 装备又被乌军给摧毁 由于乌军持续不断的 高进度的打击 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顿列斯克人民共和国 是人性需要留点人性 普希林问道 自2014年以来 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 去做情感宣泄和横扫一切 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 如果我们采用我们敌人的方法 这样比我们敌人好在什么地方 届时我们为反对谁而战斗 普希林认为 整个俄罗斯都支持总统 有关特别军事行动的决策 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俄罗斯按正义行事 做的是正确的事 他说啊 如果我们通过炮击平民赢得胜利 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普希林强调 失去亲人的时候 咬紧牙关 从2014年开始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但这并未阻止我们作为人类 失去人性 这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我们的总统说的正是这一点 做个人吧 这个普希林为顿列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 他说的话像是那么回事 失去人性 这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不过讽刺的是 这个话由俄罗斯人说出来 这个就有点高级黑 他说失去人性 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他说啊 为什么俄罗斯只打击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而不像基辅政权那样 袭尔格雷德和顿列斯克 推着银尔车的妈妈 我们与他们不同 不能失去人性 需要留点人性 这个答案很简单 这个韦领导人呢 普希林 他说为什么俄罗斯只打击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这个答案呢 非常简单 我们以前一再强调过 就是因为俄罗斯导弹打中的就是军事目标 就是说通俗一点 打哪儿指哪儿 俄罗斯导弹炸中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军事目标 所以作为这个普希林啊 他搞不清楚 他看国防部的那些战报 发现俄军打的都是军事目标 不管是沙滩人的厕所 还是这个过街天桥啊 还是体育场里面的这个健身器材啊 总之只要导弹炸中了 那都是军事目标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解释 按照俄罗斯啊 驻联合国大使的解释 那个涅鞭甲啊 他说啊 造成俄罗斯平民伤亡 全部是俄罗斯防空部队的责任 因为按照他的逻辑 就是这样的 因为乌克兰人导弹或者无人机 打击的是俄罗斯的军事目标 俄罗斯啊 你不要动 不要反抗 那么炸的就是军事目标 但是谁知道 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啊 他要拦截 结果把那个 本来是要炸军事目标的导弹 他给拦截了 那个残骸掉下来 把俄罗斯的平民啊 给炸死了 这就是俄罗斯啊 驻联合国的大使聂边甲说的 所以怎么样避免俄罗斯平民伤亡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俄罗斯的防空部队 不要动 我们再看看外交 以及国际援助 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 包括十辆步兵战车 120枚防空导弹 两个雷达 30个无人机检测传感器 一辆架桥坦克 9000发155毫米火箭炮弹药 爆二A6弹药 10个地面监视雷达 75万发枪支弹药等大量武器装备 最重要的是 德国向乌克兰交付两套激光防空系统 号称是价值2亿美元 目前德国援助乌克兰 已经稳住欧洲板手地位 1月7日 俄罗斯媒体报道 6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敦促西方各国 迅速冻结俄罗斯财产 泽伦斯基认为 这样做将更有助于尽早结束乌克兰冲突 泽伦斯基强调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惩罚 还能向一些国家发出警告 这个美国和西方 要冻结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资产 这个泽伦斯基就敦促他们尽快冻结 这样做有助于尽早结束乌克兰冲突 泽伦斯基的理由是 你把这些俄罗斯的财产给冻结了 那么俄罗斯国内那些政治精英 那些财阀 那些大老板 他们都受损失 让他们感觉到 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这是一种惩罚 让他们感觉到战争 给他们影响非常大 泽伦斯基的意思就是 把他们的财产一没收 这样促进俄罗斯人反对普及 这样做就更有助于尽早结束乌克兰冲突 罗马尼亚人正在快速修建 通往乌克兰边境的高速公路 该高速公路链接布加勒斯特和乌克兰边境 其目标是绕过波兰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提供直接进入罗马尼亚港的通道 这个很厉害啊 从罗马尼亚直接到乌克兰 修一条高速公路 那么以后从欧盟国家或者北约国家 武器援助乌克兰 它可以从波兰走 也可以从罗马尼亚直接到乌克兰境内 那么乌克兰的古物货物啊 矿石粮食可以通过这个高速公路 直接到罗马尼亚的港口 从此啊 就不用担心俄罗斯去袭击啊 乌克兰的那些港口 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啊 一名尼泊尔公民在扎布罗尔地区被乌军俘虏 根据这个尼泊尔人的说法 他是在尼泊尔获得俄罗斯学生签证后 在俄罗斯被招募的 据他介绍招募人员告诉尼泊尔人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这件事他们赚钱和获得俄罗斯护照的机会 至少有10名尼泊尔公民在为俄罗斯而战时 在乌克兰散生后 尼泊尔决定停止向在俄乌地区工作的人 发放工作许可证 尼泊尔还要求俄罗斯不要将其公民部署在军队中 并遣返罕所有尼泊尔士兵 尼泊尔政府估计约有200名尼泊尔国民 在俄罗斯军队服役 100名尼泊尔人失踪 那就一共有300人 这个可能在俄罗斯军队 尼泊尔这么小的国家 都义正言辞的要求俄罗斯 不要招募尼泊尔的公民加入俄罗斯军队 并且还要求俄罗斯把他们武装部队中的 任何尼泊尔士兵送回尼泊尔 小国一样的硬气 反过印度啊 自己的人好多啊 至少有四五个五六个 就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打仗 被媒体都报道了 俄罗斯媒体也报道 凤凰卫视也报道 也有人在战场上死亡 这个印度啊 居然不发表任何声音 无动于衷 装作不知道 有一个这个印度士兵啊 在乌克兰战场上 向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求助 并且呼吁啊 号召网友向俄罗斯大使馆求助啊 帮忙他 他想回国 结果呢 没有任何回应 连尼泊尔这样的小国 都可以直接要求俄罗斯 把尼泊尔人给放了 不要骗尼泊尔人去 加入俄罗斯军队 这么一比较的话 印度啊 那就确实差远 那这是国外的公民兵 在俄罗斯 普京总统啊 昨天发布这个总统令 可以给外籍士兵 只要在俄罗斯 加入俄罗斯军队作战的 都可以获得俄罗斯籍 说明什么呢 说明俄罗斯现在前线缺人 好财不够 要向全球募集这些好财 俄罗斯的这个大妈呀 她的儿子牺牲在乌克兰前线 这些俄罗斯的妇女 跪求当地神父 求神父帮忙 希望她能想办法 把她的儿子遗体 运回安葬的家乡 不要说公民兵的尸体了 连她俄罗斯人的尸体 俄军都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再看看 关注俄罗斯的选举 1月5号 俄罗斯不同地区 支持普京参加 2024年总统选举的签名 送达普京竞选总部 该批文由莫斯科 圣彼得堡 比尔格莱德 科斯特罗马州 和斯摩伦斯克州 等19个地区提交 此前 第一批签名 于2023年12月底 已经送达普京竞选总部 2023年12月21号 俄罗斯现任总统 2024年 总统和选人普京的竞选总部 在莫斯科落成 该竞选总部 24小时运转 并于工作日9点至18点 接待访客 2024年 俄罗斯总统选举计划 于2024年3月17日举行 具体投票日为2024年3月15日 16日和17日 2023年12月18日 普京正式登记为总统候选人 到现在为止啊 还没有公布普京的竞选对手 到底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俄罗斯啊 除了普京 其他的所有的总统 竞选的这些人 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或者书写不规范 或者护照号码没填好 导致他们失去了 竞选总统的资格 这个目前很难知道 到现在为止 只知道普京一个人 要先举 那普京跟谁竞选呢 关于选举啊 这个 有位俄罗斯的老太太 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记者采访的啊 这个老太太 火力全开啊 大家看视频 这位女儿在这里 她名字是 Екатерина Дунцова 她没有允许在选择 我发了一篇报告 在社交媒体上的频道 有些评论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不让她的 大夫人 这会是二十年 为什么不让她的 道路 为什么最后 看这个选择 有什么意思 目前为止 如果能知道 他将在6年 再次负责 这就已经知道了 什么 是个人 我都不知道 是个人的 迢回家 我都没理解 为什么他这么批判 我都没理解 为什么他觉得 这些 выбор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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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選擇? 已经已经很久远了 已经已经知道了 但在什么事? 真的,民主不派的、民主不派的? 我的天啊,当然 不说,民主不派的,民主不派的,民主不派的 不派的,民主不派的说了 他们有姥姥,他们不派的 为什么会儿了? 因为民主不耽误 像是说了二十年多多年 民主不耽误 我还没用到继续中继续冬 我现在不是普通的冠状, 而是我们的民主 因为他们充满了以恨对自己反应 他们充满了 他们的民主 他们只要喝酒,泡酒,喝酒,马银酒 他们就不需要 不必拟,就不必拟 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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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 老是,老是,老是皆さん 老是,老是,老是 你看我們的節目 тем больше ее ненавижу можно еще спросить плюрализм мнений вообще полезен для простых людей? какой там плюрализм? господи вы же посмотрите на наши программы на этого Соловьева на эту Скобейку какой плюрализм? ну какой плюрализм? люди наглые настолько, что им платят и вот они вот морочат голову народ и так самый безумный и тупой так они его еще больше тупят ну посмотрите, ну Скобеева ну что вы не знаете, а Соловьева что он говорит? мы правду говорим какую правду? война идет, люди гибнут ну что это вообще? а в России вообще есть оппозиция? да какая там оппозиция? все прижали давным-давно еще в 12 году как было последне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с тех пор уже никакой не то, что оппозиция вообще ну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слово сказал его посадили ну ка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он этот Яшин и Пономаревый там кто? ну я не говорю уже про Навального ка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нету ничего абсолютно и сколько это еще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я не знаю, почему молодые вот молчат неужели им все это нравится? неужели они понимают? ужас просто я вот мне 83 года такого безобразия вот насколько я была недовольн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ью но такого безобразия, как сейчас вообще не было тогда хоть что-то впереди там светило понимаете? квартиры какие-то получали там то-тё-тё а сейчас что? нельзя сидеть одному 20 лет он уже глаза замылился у него уже он уже ничего не видит его уже врут ему все понимаете? он же э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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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него противно я вот его обвидеть не могу 20 лет сидеть ни стыда, ни совести понимаете? ни стыда, ни совести правильно сказал Невзоров 这位俄罗斯大娘,还引用了普希金的语录,怒斥俄国青年,麻木不仁,除了和福德加,跟奴奴差不多,跟奴隶差不多 当然了,有人就说了,还是俄罗斯大娘厉害,俄罗斯大娘什么都敢说,俄罗斯大爷不行,事实上呢,俄罗斯大爷很行,大家看下面这个俄罗斯大爷,他是怎么说的 你好,究竟他是不知道, posted他是电话구요,反正在看下面的角度,是英国共同学,俄罗斯大爷ài,延段和奴隘七人 算点 whirl会发生,美国共同学的主要事,评论是 beer泥 нашей专誉究竟 they live Fernando世 canvas 第二,為什麼他們 удивляются, что среди деревенских бедняков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Путина я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 почему? можете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ть война раз, зачем было затевать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себя поставили конечно, жалко людей, жалко украинцев, жалко я не буду за Путина голосовать конечно, я не хотел, чтобы нас боялись и сейчас не надо нас бояться а вот начинали, да, хорошо дружили с Европой, с Америкой что такое хорошая жизнь, по вашему мнению? хорошая жизнь хорошая я как-то прочитал, мне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один товарищ сказал он обратился к волшебнику и попросил у волшебника дай мне радости, дай печали чтобы ждали и встречали чтобы меня понимали и чтобы всех понимал я вот этого мне хочется что-т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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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к-то , что-то чем-то 2022年的1009亿立方米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跟战前相比则减少了两倍 俄罗斯在2021年出口了2380亿立方米天然气 最大的欧洲市场正在拒绝俄罗斯天然气 俄罗斯在2023年仅向欧洲出口了283亿立方米天然气 白俄罗斯媒体报导显示 战前德国消费的70%天然气来自于俄罗斯 但随着断供事件以及北溪天然气广道被炸 挪威已经成功填补了俄罗斯在德国天然气市场的份额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不再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或者准备这样做 芬兰气候和环境事务部部长告诉赫尔辛基报 芬兰政府计划从2025年开始 那么在欧洲拒绝的情况下 俄罗斯是否能从其他市场获得补偿 西方不亮东方亮 但不幸的是效果十分有限 莫斯科时报报道显示 中国在2023年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 从俄罗斯购买了创纪录的227亿立方米天然气 但这个数字仅仅是战前欧盟购买量的1% 欧盟2021年从俄罗斯购买了1800亿立方米天然气 俄罗斯经济两大支柱 天然气和石油 天然气出口很差 石油同样如此 尽管打折促销 但主要客户对俄罗斯石油购买量正在快速下降 彭博社报道显示 由于支付问题上的担忧 俄罗斯向印度出口原油正在顺速下降 抵达印度的俄罗斯邮轮数量锐减 一些原本在印度闲置的俄罗斯邮轮正在离开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印度以低价突击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石油 而在去年12月 印度购买的俄罗斯石油降至全年最低水平 要知道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刚刚和印度外长苏杰森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 除了专事合作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案例会常任离世国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经济合作 尤其是能源合作 但在经济合作方面 俄罗斯和印度之间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 印度该用什么货币支付巨额的俄罗斯石油款项 俄罗斯政府当然希望印度能够用美元或者欧元这样的硬通货支付石油款项 但印度政府以担心遭到西方制裁为由拒绝 希望用印度卢比支付 问题是 俄罗斯政府对卢比不感兴趣 手里有大量的卢比 却只能存在印度的银行 根本划不出去 根本划不完 俄罗斯从印度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实在有限 印度企业对与俄罗斯的商业合作充满顾虑和担忧 尤其是拖延付款 甚至是根本就拒绝付款 而且还可能面临来自西方的制裁 种种因素综合之下 宁可不跟俄罗斯人做生意 也要避免这些巨大的风险 就是俄罗斯啊 它最主要的一个是石油天然气 现在因为制裁的原因损失惨重 由于俄罗斯啊 石油天然气出口受阻种种原因呢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加油站已经缺油了 这个俄罗斯先缺的是鸡蛋 然后副水饼 现在缺燃料 缺汽油 有很多人说那俄罗斯自己石油都卖不掉 怎么还会缺油呢 俄罗斯的这个炼化能力 炼油能力比较弱 所以恐怕接下来啊 这俄罗斯的物价恐怕就要飞涨 所以俄罗斯的老百姓啊 也是暗流涌动 只待时机成熟啊 就会要普京好看 好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